今天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小想法 就是閱讀如何幫助你突破學習外語的瓶頸 那我要做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我們通常在教室裡面或是在學校、在大學 學習外語的時候我們用到什麼? 我們就是用到課本對不對? 然後因為在課本裡面的文章都比較短 甚至於有時候我們只是看一句一句的外語的運作 其實這樣是非常有限制的 如果我們只是這樣子看這個外語 其實我們自己腦袋去認識這個外語也是非常有限制的 那我們這樣子要怎麼辦呢? 我們要擴大 我們擴大什麼? 我們擴大我們文章的這個長度 也就是說你要開始看比較長一點的文章 或者你去看一些故事書 你去看一些小說 或者方向就是 如果你對別的東西感興趣 你去找出相關的書籍就好了 然後因為這樣子才能夠突破 你在學習外語上面流利度 或者就是理解上面 對這個外語的這個瓶頸 好 然後我舉個例 我以前學中文的時候 我當時我第一本看的中文書 從頭到尾看的中文書 就是當時我在台灣看哈利波特第一集 然後我在那一天我就下定了決心 我就對自己說好我現在下去書店 我買這個哈利波特的書 就很好奇我做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我當然花了一段時間 我做了很多的筆記 那當然很多的單字我不知道 這是當然的 可是呢重點是什麼 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你剛剛發現到 你自己能夠做到一件新的事情 一件你可能之前沒有這樣做過的事情 然後這個對你自己的 學習外語上面的這種心理層面 非常的重要 然後因為我當時就體會到這種感覺 這種你看我的一本書的這種開心 所以我非常 我真的非常的希望 每一個學習一個外語的人 他可以體會到這種感覺 重點就是 你要慢慢離開課本的這種 比較有限制的東西 然後讓自己慢慢擴張到 長篇的文章 看一些書 看一些你比較感興趣的東西 但是它的量要大一點就對了 然後你不用想太多 因為你可以這樣子想 你越勇敢 你所得到的東西就會越多 好那這個是我今天的小想法 下次見